Epic Chinese 李博士中文 这里是汉语语法率性谈 一家之言 尽情指正 今天我们讲形容词物用 先看北大伯雅汉语里面的一个例子 金我们都知道是纸黄金 那么它是名词 给出的两个例子 是金色和金发 如果我们说金表 那么这个金是名词 就是说表壳以金子为材质的 但是在金色这样的词组里面 这个金就不是黄金 而是像金子颜色的 金发更不是金子头发 而是像金子颜色的头发 怎么看待这样的语言现象呢 我们可以接着看 第一 作为一种化学元素 金是名词 但是用作定语的时候 一般被认为是形容词中间的属性词 也有一些语法学家 把它划归一个独立的词类 叫做区别词 那么例子呢 就有金 银 男 女 等等 什么是属性词呢 属性词 是只能用作定语 或者构成这个得知词组的这样的词 比如说男朋友的这个男 银发的这个银 女的 金的 男朋友这个男就是做定语 银发的这个银 就是做定语 女的 金的 是得知词组 那么这样的形容词 不能够做畏语 我们说一个朋友 好 但是我们不能说一个朋友 男 我们也可以说 他的头发 长 但是我们不能说 他的头发 银 所以属性词 是和其他的形容词 不一样的一类词 关于这一类词 老一辈的语言学家 早有讨论 我们看 朱德西先生 在语法答问里面 就以这个金 为例子提到过 金 银 男女等 应该 看成是 名词和形容词以外的 一个独立的词类 这个类 是传统的八大词类里面 没有的 要是起名字的话 可以叫做区别词 朱德西先生 认为这一类词 应该独立的 属于一大词类 那么这个词类 叫做区别词 也有的语法学家 认为这一类词 可以归入形容词 把它算作形容词的一个负类 叫做属性词 那么在我的这个系列视频里面 我采用属性词的这个说法 把这一类词 看作是形容词的一个负类 我们接着看 新实用汉语课本里面 讲到复复得证的时候 它把复解释为名词 那么证呢 也把它解释为名词 这都不对 复复得证 是一个口诀 复 并不等于复数 那么正数的正 也不是名词 复数的复和正数的正 就是属性词 关于属性词 我们还会录专门的视频 予以说明 这里只是提一提 我们接着看 自动这个词 自动就是形容词 也可以用作复词 自动可以用于机械 不用人工操控的 比如说自动门 自动开关 自动还有自己主动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比如说用在句子里的 这些自动 看到一个老人上了车 大家都自动的给他让座 主人进来了以后 大家都自动的站起来了 当我们用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也想到了另外一个词 就是主动 如果主语是人的话 当然也可以用主动 而且主动用在这里 似乎要比自动好 还是北京大学伯雅 汉语里面的句子 说到公共汽车来了 围住车门的人 却都不上 自动的让出一条路 那么这个自动呢 也可以用主动 自动和主动的区别 其中之一 就是自动 一般用于机器 主动呢 它只用于人 那么这里呢 当然可以用主动 北语桥梁里面 给出了很多词组 作为例子 来掩饰自动的用法 其中有 自动的教出来 自动的帮助别人 自动组织起来 自动打扫教室 自动的行为 自动把作业本 放在老师的讲桌上 那么这些画线的词组 我觉得都不一定要用自动 可以用主动 或者是自发 自发组织起来 自发的行为 主动的把作业本 放在老师的讲台上 讲桌 好像也并非是一个规范的词 所以自动并非是一个 包打天下的一个形容词 在某些语境中 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词 再看看这个句子 理发店里面 研制出各种染发的颜料 满足了新奇者的愿望 这个新奇就是一个形容词 新奇者 让人费解 什么叫做新奇者呢 只能猜测 是追求新奇事物的 这样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话 应该用猎起者 猎起是个动词 柏雅汉语里面 提到吃北京烤鸭 之前人们吃了 许多别的菜 那么等到烤鸭上来的时候呢 再吃烤鸭 没有肥腻感 才怪呢 这个肥腻 就是一个形容词 原文加了一个感 这个感就是一个词尾 感 做词尾的时候 构成的词 一般都比较严肃 庄重 比如说荣誉感 责任感 美感等等 所以呢 吃烤鸭 觉得肥腻 可能就可以了 还是伯雅汉语里面的句子 说人们在大戈壁里面旅行 当人们旅行的 可不可耐的时候 我忽然看见了一个很大的壶 这里有一个可 这可就是形容词 可不可耐 这样的用法 读起来有一些身份 所以在语量库里面查一查 并没有这样的用法 还有一点 就是旅行的可不可耐 这个旅行 是一个动词 它后面带的是补语 旅行 概括的指 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它的动作性比较弱 很少带补语 不像具体的动作那样 我们可以说 它走得很累 它走得很渴 所以 我们可以把这个句子改一下 我们可以改成旅途中 当人们渴得不可耐受的时候 那么这个渴呢 让它带一个程度补语 旅行 就不要用补语来说旅行的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查一查旅行的 这样的用法 在国家渔尾的渔料库里面 查不到旅行带补语的用法 北语桥梁里面的句子 一个我是一个洋人 找了一个中国女朋友 就成为了中国的洋女婿 她在女朋友家里 常常抢着去倒垃圾 邻居们看见我 这个未来的洋女婿倒垃圾 都向我投出了友好的目光 这个友好就是形容词 但是在这里呢 和语境有一点不搭配 因为它倒垃圾 那么邻居呢 就向我投出了赞许的目光 把这个形容词 改成一个动词 这样更符合原文的语境 伯雅汉语里面 提到北京这个城市 融会了南北文化 那么北京人呢 融会了南方人和北方人的 智慧和勇气 也融会了南方人和北方人的 优秀和缺憾 智慧 勇气 缺憾都是名词 但是优秀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这个优秀呢 应该是一个物用 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名词 比如说优点之类 另外再看看这个缺憾 这个缺憾呢 它是没有把握住机会 而留下的遗憾 那么也不符合原文的意思 缺憾也并非是人的性格的 某种特质 所以还可以选择一个 更准确的词 北京大学伯雅汉语里面 提到岳峰的生蒙海鲜 呈火爆金城 这个火爆是说的脾气 火爆脾气 加一个火字旁的这个火爆 就是红火和热闹的意思 比如说场面火爆 销售很火爆 伯雅汉语对火爆这个词 也给予了解释 第一个意思是暴躁 挤躁 这是对的 第二是旺盛热闹火爆的武打场面 一般用的是这个带火字旁的这个火爆 生意越做越火爆 一般也用带火字旁的这个火爆 两个火爆也是一型词 这些一型词 这些年都被规范了 那么我们就应该用规范的用法 伯雅汉语里面的句子 说到这个我和哥哥一边叫着 共产党藏的东西谁也找不到 一边挥下心来 这个挥音就是个形容词 这里呢 把它用作了一个动词 而且把它用作动词里面的离合词 挥下心来 这种用法没有见过 或者说不能够这样用 我们可以说 一边叫着 一边觉得很灰心 新诗用汉语课本里面的句子 有一个人 他为自己的儿子报名 去应召 他儿子不愿意去 说他自己是学电脑的 去维修公路 专业不合适 这个合适就是形容词 但是在这里呢 应该用适合 适合是个动词 我们可以看一看为什么 原句并非说 他所学的电脑专业不合适 而是说他的专业不适合 去应聘一个工作 去维修公路 形容词合适和动词适合 经常被用错 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好 这样 您的词 请不吝点赞和动词 请不吝点赞和动词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动词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